在軍隊污染即將毀滅的漠室裡 意外被啟動的看護機器人 身負起照顧人類最後少女拖利可的責任 治癒系混合制地城探索 RPG 《Boid Teradium》推出中文版囉 在照顧拖利可的期間 會因為她體弱多病 吃污染度太高的食物會引發很多疾病 所以該如何收集物資和照料少女 就是遊戲的核心 遊戲採用傳統的 Roguelike 玩法 每次進入都是從等級1 開始闖蕩隨機地圖 玩家必須在有限的血量以及電量內探索區域 進行移動或是使用特殊攻擊便會消耗電量 被攻擊或是不小心踩到陷阱就會消耗血量 只要樹直歸零 就會被強制遣返回到基地 發現地圖上有敵人時 只要不進行任何移動 對方也不會有任何行為 在玩家移動或補給時 他們就會發現玩家追上來攻擊 所以這個時候就能夠安排策略 看是要逃跑還是擊倒 擊倒敵人獲得的經驗值 能夠提升等級和學習技能 記得還要蒐集地圖中的各種地圖 道具和補品提高生存機會 除了重要物品和食物物資會留下之外 其餘物資在離開區域時都會被轉換成對應的資源點數 這些資源點數可以用來打造設施 提供托力可生存所需要的環境 Rogelike 玩法再加上照顧小蘿莉的 Boid Terrarium 可是比想像中的有挑戰性喔 GOOD 2 6 16 16 18 20 15 18 16 15